自然就是人跟人發生的事情 離開這邊快20年了 到現在為止 還是有很多人碰到還是會打招呼 這個建築物從它這個廢墟到我們修復完 它就像一個孩子 就是在一個跌跌撞撞的過程當中 然後就是慢慢地期待它越來越好 透過新的活化的地區的一些導覽 我覺得是可以讓城南、夏門街記憶可以重新恢復 詞文字幕製作人數不足